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真是难以得知了 例如长洲复合王非住在长洲 有所谓长洲复合王之称的郭卓坚 早前被大公报揭发指他居住长洲的住所 却霸佔油堂的公屋有滥用公屋之嫌 而当时有大公报记者亲身到期长洲住所查证 谁未能成功 但经过三次致电查询 他最终承认有一个位于油堂游丽村的公屋单位 但否认自己不是长洲居住 说日后就在长洲东堤工作 而到晚上就回公屋单位睡 及后事件曝光后 有不少网民呼吁一同向房署举报说 一人一信速房署调查 而一日满口仁义道德的郭卓坚 不知是否不敢向网民发火 居然将老火转向大公报 说他们找黑材料攻击他 最终房署回复传媒指 会对怀疑的个案作出深入调查 如证实有关租户违反租约会采取行动 包括在不予警告下终止其遭约 而事件发展至今 在昨晚终于有好消息 昨日大公报记者再次登门造访 郭卓坚的公屋单位 岂至于发现该单位的铁杂 已经被铁链重重深锁 甚至连平日挂在铁杂上面的公仔布链 和一对拖鞋都被消失了 咦究竟真是被收回呢 或郭卓坚欠债累累被锁杂 而据大公报报道指 有消息指自从该报 将郭卓坚移坝油塘公屋单位事件曝光后 房署就积极跟进和调查 之后经多次到涉事单位观察居住状况 以及了解居住者的身份后 经连月来的审查 郭卓坚本人昨日向房署交回该公屋单位 而房署回复大公报表示 以收回有关公屋单位 耶 天有眼啊 真是被收回啊 现在公屋资源这么紧张 而满口仁义道德 开口埋口都是公义的角卓坚 居然自己明明有间长洲大宅 还要霸佔公屋资源 压杀有需要的市民 轮候公屋的机会 这些魏君子 根本就是 下流公屋族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